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分享的是 Toyota Camry的六代 那這台的六代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這台是六代裡面 它的動力最大的版本 而且是配備最多的版本 是3.5的 3500cc 那馬力的輸出的話有277匹 在當時的車款來說的話 都是以大CC數的NA引擎 作為一個比較高階的版本 那跟現在的話是以渦輪四代當道 是不一樣的動力設定 那它的這台車呢 車主委託了我們改了好多好多東西 譬如說這台車本來是黑色的 那我們把它烤成水泥灰 這個灰色就是奧迪的RS3專屬的水泥灰 譬如說避震器的部分 或者是大包 它本來Q版的是沒有大包的 這個大包的版本呢 是一個S版的才會有的大包 所以除了大包 還有19吋的鋁圈輪胎 本來是215 557 把它改成19吋的 那還有的是前面多活塞卡錢 那前面的多活塞卡錢 這個是大六的規格 配上19吋最大的尺寸是380 前面是大六配上380 後面的話是大四配上356的規格 所以前面是大六後面大四 那後面的盤進的話 是比前面小一點點 因為要整體它的自動力道要做一個匹配 譬如說這個的後面疊盤 來我們來量測一下好了 它的後面疊盤呢其實盤進小蠻多的 它後面的盤進才380 後面的盤進才380 那我們把它改成一個雙片的規格 然後盤進的話呢是要改到 這個356 大概350 356左右 這個是後面的多活塞卡錢 那當然改了卡錢之後 它的金屬油管 就一樣要改成一個金屬油管 才有辦法符合它後面的接頭 所以這台算是一個投資不少 對這台車相當的有礙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避震器的部分好了 避震器的話 後面的配置我們是配置了 4公斤的彈簧 前面的話如果一般版本 因為六代的話它一般版本 有2.0的跟2.4的 那一般版本的話 我們前面的彈簧公斤數配置的是7公斤 可是3500cc的引擎 它的車頭的重量呢 重蠻多的 所以前面的話我們配置的是8公斤的彈簧 那後面的話 可以看到這個彈簧的部分 它的外徑 外徑相當的大 因為後面的懸吊系統 在五代 六代 七代的 Camry 它的後面都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後面的敏感度很高 那畢竟這台車是一個大型 中大型的房車 所以在舒適度的要求呢 非常非常講究 所以我們打了一個非常大捲的彈簧 然後讓它的後面的乘坐感的舒適度呢 能夠比較好 所以這個彈簧呢 打的長度是250長 然後公斤數的話是4公斤 那 Camry 的後面 它的避震器的上座呢 是有一個特殊的斜度的 所以我們有改進了 從製作避震器開始 有改進了很多版本 那最棒的版本呢 還是沿用原廠的上座的形式 所以這個上座呢 像這台車是07年 已經大概11年的車齡了 所以上座的話也有可能快壞掉了 但是這台車KT的避震器呢 不論前面跟後面都有附上座 這個上座呢 它的角度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所以用強化的上座 其實比較容易會有異音 也不見得每一台都有 但是它的異音率還蠻高的 所以我們用的形式呢 是用原廠型的上座 然後打一個專用的彈簧 來框布它原廠的上座 所以上座的話 不用再拆原廠的來沿用 直接我們就有附上座了 那車高的調整 這台車大概後面 設定大概在一指多吧 不到兩指幅 後面的車高蠻低的 所以它的鋁圈的規格 是19吋 所以ET值35 然後J速的話也不小 所以這裡的話還需要處理一下 不然這裡的話降得太低的話呢 它的輪胎外圓 會跟葉子板這裡會有磨到的狀況 但是為了讓它貼得更齊呢 所以我們ET值選擇是35 J速的話應該是8.5J吧 我等一下再看一下 車高的調整呢 是從這裡 因為後面是麥花層嘛 所以從腳管上方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我們把它懸鬆之後 如果腳管往下延伸 它的整體長度會變長的話 那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所以這台車呢 它的上部都不動的 最高跟最低的調整範圍呢 最高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 大概可以輪胎到葉子板切齊 甚至是更低都可以 所以這台車的離載串部分 就沿用原廠離載串就可以了 然後這裡的話 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這個固定的位置 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那這台車六代 我們還常常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年份當年份比較久之後 它的離載串下方有一個防晴桿 那防晴桿它的橡皮呢 算是一個很正常的耗材 所以如果車領有比較久的話 它的防晴桿 它的防晴桿的橡皮呢 就要特別再留一下 如果壽命到了 要記得更換 在這個地方 鏡頭帶得到嗎 這個橡皮 如果它的孔徑變大的話 就會建議要在改裝底盤 或者是維修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這個是避震器的部分 剛剛介紹的是煞車的部分 所以當277匹的動力 配上這樣的避震器 跟煞車系統 它的整體的自動力道 就會好很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旅圈的 這個是炫壓19吋的旅圈 炫壓的19吋 配上這個是緊弧的PS91 這個胎呢 算是有比較偏向性能一點點 所以它並不是以舒適啦 或者是安靜為訴求 這個是它旅圈的規格 這是8.5J的 19吋8.5J ET指的話是35 那這個中心孔 這個中心孔呢 是給這台車定做專用的 所以它的中心孔呢 是60.1 不需要再做轉接軸套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旅圈呢 也還蠻輕的 正常19吋原廠旅圈 大概有13公斤左右吧 但這個旅圈呢還蠻輕的 大概9點多公斤而已 好的 以上是今天 Camry 6代3.5 3.5的 3500cc Q版的 改裝介紹 那如果車友呢 有需要試乘的話 這一台車呢 會常常放在工廠裡面 因為這個是 公司裡面的一個 一個同事的車子 那我們這台車呢 經常會都在公司裡面 可以給大家來做試乘 所以如果有Camry的車友 很歡迎呢 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那在粉絲團裡面 Facebook裡面 打上Catty Racing 我們每天的晚上7點呢 都會更新文章 會有不同的車款 有更新文章 能夠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以上是今天的Camry 6代 安裝避震器 還有整體煞車 還有底盤系統的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